我和刘延是一对无性婚姻主义夫妇,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七年,没有任何月雷吃半步的举动,但是作为一个男人,我也有生理上的需求。 每当这个时候,我只能看着身边的美娇妻自己手动解决,就在我已经过够了这样苦闷的日子时,刘延的妹妹刘雪住在了我家。 我和妻子刘延是一对妥妥的无性婚姻主义者,刘延很漂亮,一百七十的身高,完美的梨形身材,加上一张郁姐的脸蛋,标志得大美人一个,当初她身边的追求者有很多,然而她却都不感冒,说谈可以。 但是不能碰她,其他兄弟一听这个,都知难而退了,偏偏我脑子犯抽,说自己和她是志同道合,本想着先哄到手再说,以后机会有的是,结果谁知道,刘延是真的一点也不让我碰,有好几次都拿刀架在脖子上,让我别逼她。 身边的朋友都羡慕我娶了这么一个大美女做老婆,经常询问我晚上几次几次,可又有谁知道我的苦楚呢? 这天,上床睡觉的时候,刘延突然主动搂住了我,说有一个事情要跟我商量,老公,我妹妹要来我家住几天可以吗? 我看着刘延那娇美的模样,加上一副嗲嗲的样子,顿时心里就生起了一团火,今天她穿着一身樱花色的睡衣,侧躺在床上,扑到我身前蹭了蹭我的手臂,她睡觉不喜欢穿内衣,这我是知道的,我只感觉一对软软的东西在我的手臂间一跳一跳的,那柔软的程度简直令我忍不住想掐一把。 刘延的妹妹叫刘雪,刚满十八岁,还在读高三,她长相清秀,人也漂亮,成绩很好,经常是班里的前几名,但是因为一些原因,刘雪就只能赞住我家,等到学校通知在返校,一听是她要来,加上刘延今天破天荒,给了我点小福利。 我自然就满口答应了下来,第二天一早,我和刘延开着车去火车站接刘雪了,正所谓女大师八变,我依稀记得几年前见到刘雪时,她还不及我一半高,如今都快和我差不多了, 因为是夏天,她戴着一副墨镜,穿着一身贴身的短袖,下身搭配着一件蓝色的超短裙,一双雪白的大腿,在阳光下展露无遗。 她一出现,浑身上下无时无刻不再体现出一股青春的气息,解负。 刘雪和刘延拥抱了一番过后,对事我打了声招呼,我示意他们赶紧上车,然后一路回了家。 我没有想过,我和妻子的平衡会随着刘雪的到来,彻底被打破,而我心里积压多年的欲望,也终于得到了释放。 我的工作是销售,经过多年的打拼,我也做出了一番成绩,所以也不需要风吹日晒,平日里就是在家喝喝茶看看电视,因为刘雪要上网课,所以我为她特意准备了一间房, 加上刘延平时上的是白班,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和她单独在家。 这天,我在客厅开着空调,正看着球赛,刘雪突然打开门,从房间里走了出来,她浑身冒着汗,脸色微红,她上身穿着一件宽松的白T恤,下半身随意搭着一条灰色的短裤。 一手扇着风,她微微皱起了眉头说道,姐夫,我房间空调坏了,热得我都没法上课了,你喊人来修一下呗。 一边说着,她就走到了客厅的立室空调旁边,丝毫不顾忌,我还在一旁坐着,用手撩起了自己的衣服,让冷风吹着她大汗淋漓的身体。 她的大胆,着实是令我感到害怕,那雪白的腰肢在我眼前扭动,一对不算圆润,但是俏丽的山峰在她衣服下挺立着,比起妻子流言那种诱人如火的美艳。 她更像是一种平淡而带有些韵味的花香,因为衣服比较大的缘故。 加上我坐在侧面,通过她衣服的袖口,我可以隐隐约约看见雪白的光景,见我半天没有回答,流血转过头看着我,姐夫。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走了神,连忙起身,哦,不用请师父,我经常修,我去给你看看吧。 说着我就进了她房间,一股闷热的气息传来,就好像桑拿房一样,我将空调拆开,然后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,发现是没有雪中了,无奈只能喊人来家,闷热的空气将我内心的灶火加重,流血的房间有一股淡淡的香味,这无疑是火上浇油。 加上她刚刚在我面前大胆的动作,我脑子里一时间竟全是她的样子,不行不行,那可是你小姨子。 我那些暗暗告诫自己,然后继续干活,等忙活完,我早就热得一身是汗了,看着我汗流加倍,颇有些狼狈的样子,流血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,然后捏着自己的鼻子做出一副嫌弃的动作,快去洗澡去,看你脏的。 不用她说,我就已经出现在洗手间了,等冲了个冷水澡,我顿时觉得好了许多,然而就在这时,流血却突然出现在了洗手间门口。 我内心不免咯噔一下,借着她朝里喊道, 姐夫,你衣服忘拿了,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,说着竟直接打开了门,吓得我赶紧拉上了浴室的帘子,看着我慌张的样子,流血笑着将衣服放在一旁,然后调皮地对视我做了一个鬼脸,略,谁叫你眼睛在我身上乱瞟的,这样就算扯平了。 她说着,随后关上了门,我这才知道,原来她一直知道我在看她,但是这小丫头处理事情的方式倒是让我大吃一惊,等我洗完澡出来,她已经回房间继续上课去了,晚上吃饭的时候屋里安静得很。 流血随便吃了几口就进了房间,绝口不提今天的事情,就在这时,流言和我说银行那边安排她要出差几天,这两天让我在家好好监督流血的学习,别老是让她玩游戏,我点着头,目光却盯着妻子穿着的职业装,只见她的领口微微开着露出一条深深的沟壑,见我眼里似乎有火。 她嫌弃地看了我一眼,随即也就起身回了房间,第二天一大早,流言就提着行李箱离开了,我依旧照常十点起的床,可等我刚一出去,就看见流血趴在沙发上上网课,一双纤细的双腿正在半空中摇摆着。 她的脚趾沾了点樱桃的粉色,双腿在白嫩的肌肤之间晃动,今天的她依旧穿着那件白色的宽松T恤,长长的衣袍遮住了她后面微微翘起的臀部,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。 这时流血突然伸了一个懒腰,然后撅起后面,拉伸了一下,这个动作将她的下身展露了出来。 令我诧异的是,她竟只穿了一件白色的卡通内裤,看着那白嫩的桃子在我眼前晃悠,我顿时就精神了起来,加上本来就久未体验过那温存的感觉,一时间我的脑子里竟开始对那曼妙的身体幻想了起来。 身体也不由自主有了反应,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炽热的目光,流血转身看了我一眼,姐夫。 她并未感到害羞,反而是大大方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,走到我的面前,姐夫,我饿了。 一边说着,她还拉起我的手,身体靠着我蹭了蹭,看着她一副娇小可人对虚我撒娇的模样, 我终究还是忍了下来,连忙瘦了手,我这就给你做早饭去。 说着我就走去了厨房,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感觉她似乎一直在盯着我看。 我打了两个鸡蛋,然后煎了两块培根。 然而就在我快要做好的时候,流血突然从背后抱住了我。 她声音轻易地说道,还美好吗? 说话间,嘴里还带着一丝轻哼,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女孩,我不知道她怎么这么熟练,她这番大胆的举动也是吓到了我。 流血,你放开。 我假装冷着脸训斥着她,但是流血却一点不怕,反而将手放在我的肚子上,然后顺势朝着小腹摸了过去。 这一下,我整个人都直了起来,瞪大了双眼看着她,流血笑盈盈地看着我,眼里竟带着一丝渴望的眼神。 姐夫,你就别假正经了,你的眼睛可一直盯着我看呢。 你跟姐姐一直没那个吧? 见被人揭穿,我脸色不免有些燥热,我和流言无性婚姻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人知道。 但是奇怪的是,她家那边也从来不催她要孩子,倒是我妈一直催着我,我跟她不一样,竟然她不愿意试,就让我来。 说着,流血竟直接将身体朝着我紧贴了上来,我感受她身体的摩擦,那种柔软的感觉是流言初未给过我的。 我承认我十分享受,但是我的理智告诉我,不能这么做,流血,我可是你姐夫,我们这不道德。 我依旧试图抵抗她,但流血的身体就好像蛇一样,紧紧贴着我,没事的,姐姐她不会知道的。 流血俏皮地说了一句,随即将我的手抓着放到了她的前面,下意识地,我伸手抓了一下, 手心一软,流血也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哼叫,她一脸坏笑地看着我,脸上的红韵更加深了些,还说你不想,手倒是很老实。 说吧,她就推拉着我到了客厅,一把将我推倒在了沙发上,接着,手就伸进了我的衣服里,我彻底沦陷了,我甚至告诉自己,流言不能给我的流血给我。 也行,你手机还在上课,摄像头没关呢。 我说了一句,流血却直接用嘴堵住了我的嘴巴,两眼呆昧地说道,没关系,我没有开摄像头,不要怕。 说着,她就开始了更猛烈地进攻,我是真被她搞得失去了理智,我一把搂住她的臀部掐了一把,流血的身体一降,我顺势抱起她,将她压倒在身下。 她很轻,在我怀里宛若无误,紧接着,我双手伸进了那宽大的衣袍下面,开始探索了起来。 然而就在我准备彻底发起进攻的时候,客厅的大门突然传来了钥匙插入钥匙孔的声音。 我意识到不对劲,急忙起身整理好衣衫,流血也反应了过来,赶紧整理了一下,又趴回了沙发上。 这时,流言一脸不爽地打开门走了进来,今天的她依旧穿着那一身职业装,一身黑色的包臀裙将她的身形完美勾勒了出来。 她一把将手中的行李箱拖了进来,然后一手扶着鞋柜,一边开始托起了高跟鞋,我刚刚本就被流血搞得浑身难受。 如今看见流言这个动作,整个人更是受不了,我强忍着内心的冲动走上前,乘机大胆地对她屁股摸了一把,不是说出差吗? 你怎么又回来了? 流言本对我的动作不满,见我问她,皱着眉头回答道,那便临时取消了,领导给了我几天假期,让我休息。 我应了一声,接着流言抬着脸看了看沙发上正在上课的流血,又看了看我,她那疑惑的眼神,看得我有些心虚,这时她突然开口说道,什么东西糊了。 我这才反应过来,锅里还煎着东西呢,见我慌忙地跑去厨房,流血忍不住回头笑了笑,流言皱着眉头说了一句,笑什么,好好上课。 接着就自己回了房间,说是要休息,让我不要打扰她,等我重新弄了一份早餐递到流血前面时,她吃得津津有味,同时眼睛里还带着一丝意犹未尽的神情。 我被她看得心里难受,但是流言回来了,我也不敢冒这个风险,只能强忍了下去,但流血的胆子却比我更大,她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想法,竟直接一屁股坐到了我的怀里,同时扭动着身体,全然不顾我是否受得了。 同时,她还一脸好奇地朝着屋里看了一眼,对施我比了一个虚的手势,可别发出声音,小心被姐姐听见。 说完,她还对施我抛了一个媚眼。 我看着她有些俏皮的样子,内心更是喜欢得不得了,然而就在我打算更进一步的时候,流血却突然站了起来,她面对施我蹲了下去,我只觉得一阵温热, 紧绷的神经也在这一刻更加紧绷,等我在沙发上醒来的时候,客厅空空荡荡的,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昏迷了,当时只觉得神经一松就晕了。 恍如白天的事情就是一个梦,流血也不知道去了哪儿,房间的门大开着,我这时注意到卧室的门扮演着,里面传来流言细微的声音。 我知道了,你别着急,我就来。 那声音温柔中带点微传,好似在安慰电话那头的人一样,我察觉到有些不对劲,想要贴着门边听得更清楚一点。 然而就这时,流血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,站在我身后喊了一声,姐夫你在干嘛呢? 她瞪着两个大大的眼睛,一脸无辜地看着我。 此时的她早已经换了一身衣服,上身是一件淡蓝色束腰的墨胸装,下身穿着一件精致的牛仔裤,浑身上下无不透出一股青春亮丽的气味,听见外面有动静,卧室内的谈话声瞬间戛然而止。 我听见流言站了起来,朝着门边走了过来,我刚没看见你们人,以为你们都睡了。 你这是刚出去了? 见我在问她,流血点了点头,然后摆出了一个十分俏皮的姿势,对设我问道,对啊,下午和朋友玩,怎么样,好看吗? 我还未来得及回答,流言就开门走了出来,你们在干嘛呢? 她皱着眉头看着我,脸上明显有些不太高兴,我在问姐夫这身穿搭怎么样? 见流血替我解围,我也没有多说什么,流言白了我一眼,看着流血说道。 一天到晚到处玩,也不看看几点了。 随后她又说了几句,就要转身回房,转身的时候,流言显得有些犹豫,但最后还是和我说道,我明天要去健身房健身,你就别做我饭了。 也不管我是否同意,她已经躺在床上了,这时流血突然靠近了我,我只觉得背后一阵冰冷,她竟直接将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,看着我惊讶的眼神,流血脸上露出了得逞的笑容,随即转身也回了房间。 躺在床上的时候,流言已经睡了,我还在努力回想白天的事情。 可是一点记忆也没有,这不免让我觉得有些可惜,但是看流血的样子,我们之间应该已经有了什么,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,这时我又看了看睡在一旁的流言,想起在房间外听见的对话,健身需要见一天。 还别做她的饭,这娘们不会背着我友人了吧。 我看着背对是有我的流言,那离形身材,确实勾人心魂,其实也不怪我不相信她,这么多年她不让我碰,我总觉得有些猫腻,不管男人还是女人,对于这方面的事情都是比较敏感的。 我和流血的事情还有待确定,如果真的是我忍不住做了畜生事。 那我绝对会主动和流言提离婚的,毕竟有流血在这里,我怕真的会忍不住,想着明天没事,我打算暗中跟着她看看。 果不其然,第二天一大早,流言就出门了。 好在我早就在她睡觉的时候用她手机绑定了定位,可以清楚地掌握她的动向,大约九点左右,流血还在睡觉,我也慢慢悠悠出了门。 跟随着手机定位,我发现流言首先并没有去健身房,而是去了一个名为蓝平小区的地方,最后地图显示她去了河边,大约半小时后才停下来,心悦健身。 我念叨了一句,赶紧顺着地图找了过去,刚一到地方,一个豪华的健身馆就呈现在我的眼前,这不免让我心中以惊。 我和流言虽然是无形婚姻,但是其他的我们并未分得那么清楚,我的工资也是一直打到她的卡里,加上她平时在银行的工作,一个月四五万不是问题,但偏偏每个月, 这些钱剩的都不多,我以前也没有深究,想着自己喝茶,送礼什么都需要钱,现在想起来,喝茶,送礼才几个钱啊。 我走了进去,可还没进门,就被拦了下来,不好意思先生,我们这里是会员制的,请问你有卡吗? 一个健身房还有这个规矩,我是来找我老婆的,一会儿就出来。 我说明了来意,但是那服务员依旧摇了摇头,不好意思先生,我们这里很注意客户隐私的,不管是谁都不能进。 经过一番商讨,我说要开卡,结果一听,价格就耸了,十万,你怎么不去抢? 那服务员也不生气,先生,没有卡是不能进的。 见他死活不放我走,我只能无奈地在外面逛了起来,这时我注意到,健身馆是在三楼,而对面正好有一个商场。 我走进商场,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,健身馆内的情况被我一览无余,很快我就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,刘炎。 但是当我看见他时,内心顿时就生起了一团火气,只见一个比刘炎高半个身位的壮汉正站在他的身后,双手搂着他的腰,再让他坐下蹲。 最让我感到气氛的是,那壮汉的手臂还在刘炎的身上不断游走,而刘炎不仅不反抗,还和对面的人有说有笑,好似在打去,我看得呲牙欲裂。 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前去,将他带回家,作为一个妻子,不让自己老公碰。 却和外面的男人有说有笑,这谁受得了?一想到我只是挨一下,就要经受刘炎那嫌弃的表情,我就更气。 然而就在我怒气冲冲,准备转身离开时,我听见旁边有人喊道, 哎,这不是那健身房里的美女学员和健身教练吗?他们在直播,哎。 一听这个,我当即询问了直播平台,然后打开某音搜索了一个名为美女与野兽的账号,一点进去,我就看见那壮汉将手放在了刘炎的前面, 刘炎不仅不反抗,反而故意往他手心靠了靠,借着邪魅一笑,像是故意得逞了一样,反倒是他身后的壮汉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。 我看着他那副面孔,内心对他的完美形象早已经不在,直到我看见他主动将自己的私密部分和身后的壮汉贴合上去, 嘴里还发出一声不堪入目的声音时,我终于忍不住了,我怒气冲冲地冲到了健身房门口,也不管外面的服务员说什么,直接强行闯了进去, 刘炎,你特么给我出来,刘炎,我大喊着他的名字,剑手边有一根棒球棍,也不管是谁的,抄起就开始在健身馆里找了起来。 很快就在一个小房间找到了他,此时的他正和那壮汉贴得紧,甚至两只手都直接挂在了那壮汉的脖子上,一看见我闯了进来, 刘炎当即大惊失色,立刻从那壮汉身上下来,一脸惶恐地看着我,你怎么来了? 他话音未落,我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,刘炎可能也没想过我会动手打他,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,哎,你怎么打人啊? 他身边的壮汉将他护在身后,见状,我早已经失去了理智,挥着手中的棒球棍就打,很快健身馆的人就报了警,我和刘炎还有那壮汉都被带走。 他就一身经病,我怎么知道那是他老婆,你看给我打的? 那壮汉叫嚷着,警察有些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,吼什么? 知道人家结婚了,你还乱摸,打你都算轻的。 听了,那壮汉也只能自认倒霉,闭了嘴,而此时的流言一直坐在角落里,也不吭声, 我此时气,已经消了大半,看着他想听他给我一个解释,然而他只是不说话,后来经过调解,那壮汉向我道歉,并说二人真的只是在健身,做那些动作完全是为了舒展身体,一听这话我就想骂,但总归是忍住了。 然而就在我要求流言和我回家的时候,他拒绝了,我说了,今天要健身,你自己先回去吧。 我傻了眼,那壮汉也是愣了一下,你没事吧,你还要跟他走。 这时流言也是不装了,转头对我骂道,去你妈的,我花自己的钱健身怎么了,我有点爱好不行。 你看看你的样子,上来不由分说就打人,有半点素质吗? 你给我讲素质,我问你,我每个月几万块钱的工资,你都花哪儿去了? 你在银行上班顶天了一个月就七千,你特么开个卡要十万。 我问你,你用的谁的钱? 流言也是不甘示弱,直接怒骂道,你是不是脑子坏了,你爸妈生病不用钱。 上次你妈做手术,花了多少,你自己心里没数? 这卡是用我自己工资开的怎么了? 我花自己的钱还得跟你说是不是? 我被他气得直接说不出话,好啊,流言,现在你给我弹起你的我的了是吧。 他白了我一眼,你以为我稀罕你的钱吗? 你个废物。 说完,他转身就拉着那健身教练走了,全然不顾周围人诧异的眼光。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,我恨不得生吃了他,然而就在他们离开没多久,流雪不知道从哪儿走了出来,弯住了我的手臂。 姐夫,你怎么在这儿啊? 我没有回答他,只是看着他说了一句,告诉你爸妈,你姐在外面有人了,我要和他离婚。 当我回到家时,流雪一直在安慰着我,我想不明白,这么多年,我对流言是毕恭毕敬,但是没想到他在外面对别人比对我开放得多。 我本以为流言真的是性冷淡,但是现在看来,只是对我罢了,就在这时,我手机里又弹出了一条消息。 你关注的主播又开播了,我打开手机,里面流言又和刚刚那个男人开启了直播,只不过这次更加过分,他竟直接趴在了那个男人的身上。 不仅如此,他还在镜头前,展露他完美身材的同时,对那个男人吻了上去,评论区一片哗然,顿时热闹了起来,隔着屏幕我都能听见他嘴里的喘息声,我气得将手机摔在了地上。 一旁的流血,看见这样的一幕,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,他拉着我的手,轻轻道,姐夫,这是是我姐对不起你,我理解你,这婚你是离定了。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,但是就这样放过我姐,你不觉得可惜吗? 我听着他的话,脸色微微露出一丝震惊,他笑了笑,随即双手搂着我的脖子,就直接坐到了我身上,嘴巴轻轻贴着我耳边说道,竟然姐姐对不起你,那你也就别客气了,我可是愿意让你碰的哟。 流血贴着我的身体很近,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体温和心跳,一团软软的东西在我身前磨蹭,耳边传来令人酥麻的气息,顿时让我冷静了下来,我看着流血一脸娇媚的样子,屋里的灯光将他照耀得如此美丽。 加之他身上若有若无散发的淡淡香味,让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,他轻轻吻伤了我,然后顺着我的下巴一直往下,我内心再也没有对流言的愧疚感,坦然地接受了流血,不仅如此,我更是直接将他抱起,然后一起走进了房间。 这一次,我要好好品尝以前没有的味道,等完事以后,流血拿了一样东西给我,你在姐姐吃饭的时候将这个放在他喝的东西里,他就认你摆布喽。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流血,想不到他居然会有这样的东西,同时也觉得奇怪。 他居然还想让我搞流言,这么多年你都没碰他,算是对你的补偿咯。 我看着手中的小药瓶,若有所思,一直等到第二天流言回来,我和流血才依依不舍地分开,既然都已经说明了,流言也就不藏着掖着了,拿出一份离婚协议,就要我签。 我没理会他,只是笑着给他榨了一杯橙汁,夫妻一场,这次我签,你再喝一杯你喜欢的果汁吧。 面对我的好意,流言也是不推辞,冷着脸喝了一口,健壮,我那些暗喜,接着对那流血使了一个眼神,说要去做饭。 流言明显有些不满,但这是流血拉着他,让他吃完饭再走,顺便送他去学校,流言虽然不情愿,但是想着妹妹还在这里,只能暂时压制着情绪,等我做好了饭,药效也已经发挥得差不多了。 流言此时脸色微红,整个人躺在沙发上昏昏沉沉的,身体不受控制的瘫软,健壮,流血急忙招呼我过去,我就不打扰你们了,嘻嘻。 他对了我一脸坏笑,接着就收拾起东西出了门,我也没管他,此时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流言的身上, 看着他那可人的身材,我今天要将我之前没有做的全都做一遍。 他还是一如既往,穿着那一身职业装。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但是他饱满的钱缘是最吸引我的,我伸手抓了两把,流言忍不住哼了一声,身体也跟着扭动着,那半梦半醒的样子,简直迷死个人。 他的身材很好,手感也比流血要好很多,想着他经常去那健身馆,看来这钱是梅白花。 搂着他,我的手指在各处游走,他紧闭着双眼,倒也十分配合我,看那熟练的样子显然不是第一次了, 特么的,我就知道。 我内心暗骂了一句,然后开始了正事,然而就在这时,客厅的门突然被打开了,一群人突然冲了进来。 是流言的爸妈,以及他的小舅大姑之类的人,一看见我,他爸大叫一声,就对是我冲了上来,二话不说,啪啪就给了我两巴掌。 我被他爸打梦了,还没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,就听见了流血的声音。 爸,他都要和我姐离婚了,还想着迷了我姐,打他。 他爸和他小舅这帮人一听,立刻就对我围了上来,将我按在地上打,我此时才意识到了不对劲,立刻大喊, 不是这样的,是流言先对不起我的。他背叛了我,所以我才要和他离婚。 你放屁,我女儿会做那样的事情吗?肯定是你先对不起他。 说着他爸,就踢了我几脚,我只觉得自己胸口很闷,有些呼吸不过来,真的,我说的都是真的。 话音刚落,原本还迷糊的流言突然清醒了过来,一看见屋里这么多人,流言赶紧遮住了自己的身体, 然后带着一脸哭腔的看着他爸,爸,杨健要糟蹋我。 见他一哭,他爸一行人打我打得更狠了,我说的都是真的,是你女儿先对不起我的。 他爸抓起我的头发,对是我脸上吐了一嘴的口水。 你放屁,你都离婚了,还糟蹋我女儿,你把她当什么了?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,使她对不起你? 一连两个问题,问得我头皮发麻,好像我确实拿不出什么证据,因为从头到尾就只有我一个人, 但与此同时,我就立刻反映了过来,我什么时候离婚了? 我连字都没签。 这时又是流雪站了出来,拿出了一张带有我签名的离婚协议书,这不是。 我顿时傻了眼,看着他一脸义正言辞的模样,顿时意识到自己被耍了。 后来,我被他们一起扭送去了警察局。 见我被打得太狠,警察也是赶紧阻止了他们。 最后,将我送去了医院,在病房里,他爸的要求是我要净身出户,车子,房子,存款,所有东西都归他女儿。 同时,为了证明是我对不起他姐,刘雪还拿出了一段视频,正是我和他在沙发上欢愉的画面。 他爸一看见这视频,当着一众人的面打断了我的一条腿。 我不知道家里什么时候安了监控,但再傻也明白过来了。 这就是刘炎一家的阴谋,从让刘雪来,让他勾引我,到让我发现他和外面的健身教练有染,一切都是计划好的,我强忍着痛苦,看着刘炎姐妹俩。 我恨啊! 有了铁一般的证据,我也无法反驳,只能将所有身家都交给了刘炎,不仅如此。 他爸那边还通知了我爸妈,说要告我强暴他两个女儿,说来好笑,我强暴自己的妻子和妻子的妹妹,为了平息他们的怒火,我爸妈只能硬着头皮凑了十万块钱,这才了事。 我爸妈都是土生土长的庄家人,这十万对他们来说有多难我是知道的,我只恨自己不够心狠,没有早点和刘炎断了关系,不久后我出了院,等回到家时,却发现房子的钥匙已经打不开门了,一问才知道。 原来这房子早就被卖了,至于我的东西,全被丢了。 而刘炎似乎并不打算放过我,还将这事闹到了我的单位,为了公司形象,公司只能将我开除,一夜之间,我几乎是一无所有了,只有我爸妈还安慰着我。 而啊,那刘炎就是蛇蝎心肠,咱只是遇错了人,没事,都会过去的。 我看着父母那两张渐渐老去的容颜,内心就泛起一阵酸处,都说色字头上一把刀。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,为了一个女人,赔上自己全部的身家,甚至交出去了半条命。 到底值得吗?我看着父母住的破旧老屋,想着自己辉煌时,却未想起他们,内心愧疚不已,再看着自己这条瘸掉的腿,才明白这都是我自己活该。 后来,我就跟着父亲在老家做起了木匠生意,我凭着自己做销售的经验,很快就摸清了门路,不再动手帮别人做活,而是干起了定制家具,因为父亲手艺好。 加上我在网上开了一个网店,一时间,家里的日子又渐渐好了起来,然而就在几年后的一天,刘雪却突然出现在了我家门口,在看见她时,她早已经退去了开始的那种智能感,反而是平添了一股成熟的气味。 她虽然比不上刘燕好看,但也确实算得上是美女,可对此时的我而言,我早已经不是下半身思考的人了,我没有感到很诧异,倒是我的父母很惊讶,我将她迎进了家门,刘雪却只是对我和我父母跪了下来,姐夫,叔叔阿姨,是我对不起你们。 我爸妈也被这突然的举动给吓到了,连忙扶起了她,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她被家里人赶出来了,自从和我离婚以后,刘燕很快就找上了一个富二代结了婚,他们一家人都很高兴,特别是刘燕的爸妈,但是好景不长。 刘燕发现,富二代外面包了二奶,正如之前对我一样,他们一家人直接上门去闹,没想到那富二代更加直接,表示刘燕不能生,自己得为家里传宗接代,这下到患富二代家里不乐意了,要求和刘燕离婚,加上刘燕本就是个二婚,先前因为我的事情,又有些刘燕蜚语,这一下就更加控制不住了。 无奈之下,刘燕爸妈居然想把刘雪送到那个富二代的床上,等怀了孩子以后,就说是刘燕的,但是这次换刘雪不愿意了,以前她帮刘燕是因为少不更是爱玩,但是现在她也有喜欢的人。 两个人更是准备结婚了,见刘雪不愿意,刘燕是又哭又闹,最后竟直接将当年的事情,全推到了刘雪身上,弄得刘雪男朋友,只能无奈选择了分手。 然而这还没完,因为当年的事情,加上刘燕的添油加醋,刘雪的名声是彻底坏了,家里更是嫌弃她,说她脏了自己的门楣,刘雪在这种重压之下,只能将当年的真实情况全部说了出来。 这下富二代家里更加有了离婚的理由,刘燕爸妈怒骂刘雪不懂事,然后将她赶了出来,原本刘燕只是想刘雪来勾引我,有个动机就行了。 没想到,后面我居然真的和刘雪有了事实,其实当时我也知道不对,所以,所以你就当是补偿我了。 我笑着打趣道,刘雪也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低着头部说话,恰好这时,我妈在厨房里喊了一声,吃饭了。 见状,我也不多问,先吃饭吧。 我站起了身,一瘸一拐地走向了厨房,两久,刘雪终于开口,姐夫,其实当时我是喜欢你的。 听完这话,我愣在了原地,接着刘雪站了起来,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道,你能不能? 娶我? 我并不想,刘雪只是因为自己名声坏了才嫁给我,她喜不喜欢,我其实都能看得出来,我虽然留她在家里住了下来,但是我们一直是分房睡,对于以前的事情,我已经不愿再去追究了,正如我父亲说的那样,都过去了,刘雪也知道我的担忧,所以一直和我相敬如宾,平时帮着家里干活也是很积极。 深得我爸妈的喜爱,直到这天,刘岩以及刘雪的爸妈一起找上了门,还未进门,刘岩的爸妈就喊了起来,刘雪,你这死丫头,快点给我滚出来,躲里面干什么,见不得人吗? 其实刘雪压根就没躲的意思,只是正在帮我的忙,我爸见他们来了,内心顿时冒火,立刻拿起一把柴刀握在手上,你们又来干什么,还嫌害我家害得不够吗? 我爸气得身体发抖,见他有些激动,我和刘雪赶紧拦住了他,我走到他们的身前,皱着眉头问道,你们又来干什么? 刘岩他妈顶着个黑脸,歪着嘴指着我说道,你拐了我家女儿,你说我们来干什么的? 听他说着,我这才反应过来,原来是为刘雪来的,但看他们的样子,明显来者不善。 我转头看了刘雪一眼,他也是一脸闪躲地摇着头,躲在我身后轻声说道,我不跟他们回去,我让他放心,你们回去吧,坑害了自己女儿,又想他回家,可真够要脸的。 一听这话,他妈就直接气地跳了起来,你说什么? 她是我女儿,轮得到你说话吗? 一边说着,他妈就冲上前来拉刘雪,刘雪拼命挣扎,我也拦着不让她带走刘雪,这时刘岩他爸见了,叫骂着就冲上来给了我一脚,将我踹翻在地,老子杀了你。 见我被打,我爸也是忍不住了。 提着刀就冲了上去,我妈见状上前去拉,结果这时候刘岩也冲了上来, 他们一伙人打在了一起,眼看事情控制不住,我大喊一声,夺过我爸手中的柴刀,将他们分开,最后将刘雪护在身后,见我一副凶狠的模样。 他爸妈也是怂了,退后了两步,今天他走不走,不是你们说了算,没屁事就给我滚。 我正说着,刘岩仰着头,一脸傲然地挡在了他爸妈面前,要我们走也行,你把我妹妹带走了,总得给个交代吧。 爸妈养他这么些年,你就算要娶他,也得给彩礼啊。 一听他们是奔着钱来的,我也懒得纠缠,当即问道,你们要多少?五十万,一个字都不能少。 一张口,刘岩直接了当地说道,一听这个价格,我就被气笑了,合着你这是把你妹妹给卖了吧。 刘岩也只是冷冷一笑,随便你怎么说,给了钱人就是你的,我们不会再来找你了。 此时刘雪在我身后拉了拉我的衣角,轻声说道,别,别给。 但我实在懒得和他们纠缠,拿出家里的存折,这些年存下来大概有四十多万。 就这些,爱要不要。 见我如此直接,刘岩依旧抬着下巴,我说了五十万。 看着他那张脸,我就忍不住想扇他,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勇气,敢瞪着鼻孔看我,这时我爸转身进了屋,然后掏出了自己的存折,交给了我。 他指着留言说道,这钱给你们。 以后,刘雪就是我杨家的媳妇,你们要是再赶上门,我就砍死你们。 对此,我也没有含糊,将钱取出来给了刘岩。 临走时,刘岩还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和刘雪,哼,便宜你了。 他那张脸我至今都记得,可能他自己都没想过,不久后,他就会一脸狼狈地来见我,自从那件事情以后,刘雪彻底和我表白心意。 他说,父母从小就偏爱姐姐,只有在这里我才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 我爸妈牵着他的手,说以后他就是自己的亲女儿了,刘雪大为感动,抱着两个老年人哭。 而我也在不久后和刘雪结了婚,没有热闹的酒席,也没有大张旗鼓,我们就一家人坐着,刘雪自己说,钱都被拿走了,咱就节约点。 但我妈不知道从哪里想的办法,还是给她置办了一套大红色的新装,那天的晚饭很香,那天的酒也很醉人,那夜的人也很美,往后的日子虽然紧巴的许多,但是还不至于过不下去,好在刘雪也并未嫌弃,一直帮衬着我。 然而就在午后的这天,两名警察突然压着刘炎来到了我家里,说是为我们送回被诈骗的赃款。 我和刘雪一脸诧异,一问才知道,原来刘炎一直利用植物之变谋取私利,甚至擅自挪用客户账户里的钱,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加入一个所谓的上流社会的圈子,里面的人骗他说可能带他玩金融。 结果最后被骗了不说,他还背上了一个非法集资以及诈骗的罪名,不仅如此,因为擅自挪用客户资产,他还面临着被起诉,恍惚间,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刘炎能办十万一个月的健身卡了,我想我对于以前的诊编人实在了解的太少,或者说他本就对我有二心。 警方查到他在短期内有大量的私人现金流入,其中就有我的名字,所以就把钱给退回来了,前前后后一共一百多万,我有些不理解怎么还多了五十万。 警方说他贩卖的房产是写的我的名字。 所以这个钱得退给我,一下子我就有了一百多万,家里的日子顿时宽松了很多,对于刘炎的结局,我和刘雪都并不在意,倒是刘炎的爸妈,因为他们也是参与者。 据说得知自己女儿被抓以后连夜跑路,结果出了车祸死了,刘雪哭了很久,后来我和她一起去参加了葬礼,将她爸妈的后事处理干净了。 至于刘炎,我并不关心她的结局,我与她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可言,倒是刘雪偶尔会去监狱看她。 在后来,我和刘雪也有了孩子,加上父母年迈,我也就放弃去城里住的想法。 一直就住在村里,房子也被我重新翻修了一遍,还在外面弄了一个院子,看着这栋漂亮的房子,里面有我的妻子,孩子和我的父母。 我想着,这就够了,相爱七年的女友嫌我没钱出轨了,她出轨的对象,还是我在公司的死对头,分手时,她大骂我没用,废物。 可后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,她却后悔了。 恋爱七周年这天,我发现了女友的出轨,相爱七年了。 我骗女朋友,我去出差,可实际上,我打算给她个惊喜,跟她求婚,顺便告诉她一件事,我激动地布置场地,把手上的戒指看了又看。 满心都是喜悦,可等到晚上十点,我才听到门口的脚步声,我赶紧关掉所有的灯,把自己藏在沙发后面,手心都紧张地冒出了汗, 可门口的脚步声,好像不止一个人,门被打开,真的是两个人。 进来的人是我的女朋友沈向怡和我们公司华南区的经理李杰,我还没来得及送上我的惊喜。 她先给了我一个惊喜,他们连开个灯的时间都等不了,迫不及待地亲在了一起,沈向怡的声音传来,带着娇称,你别猴急呀,门都没锁,被人发现了怎么办。 李杰扑哧一声笑了,不是你非要选在这里追求刺激吗? 这可是你们的纪念日,也是你们的婚房,你居然狠心到带我来这里。 我听到了沈向怡的娇笑,哎呀,一盘菜吃久了也会腻的,她哪有你好? 我全身的血液都凝结了起来,不敢相信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的,是我相爱多年的女朋友,一件带着烟草味的外套扔到了我的头上。 我再也忍不住站起身来,朝着李杰就冲了过去,一拳落在她的脸上,耳边响起了沈向怡的尖叫,她打开灯,终于看清了房间的景象。 然后开始颤抖,那是事情被捅破了的惊慌,南州,你不是说出差,怎么今晚回来了? 我不回来,怎么能发现我被戴上的一顶绿帽子? 我想到我满城跑去给她挑选戒指,精心布置求婚现场的场景,如今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可笑,李杰被我打得全身上下只生嘴硬, 顾南州,你敢打我,明天我就让你滚蛋。 可我已经打红了眼,什么都听不下去,沈向怡却从背后拖住了我。 顾南州,住手,你再动手,我就马上报警,告你故意伤人。 我的拳头一顿,心中无比悲凉,没想到沈向怡会说出这句话,愣神之间,李杰一拳打在了我的脸上,我的头被打歪, 鼻子里流出了鼻血,沈向怡却好像没看到似的,一个劲地圈着我,让李杰先走。 李杰走了,沈向怡才松开我,看着面前这张我爱了很多年的脸,我听到了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, 我的鼻子还在滴滴答答的滴血,放在以前,我只是不小心被水果刀割开一个口子,她都紧张得不行,可现在,沈向怡只是冷漠地看着我,眼里还有一丝如是重负,你发现了也好,我也不用费心去想怎么告诉你了。 这一瞬间,我有很多话想问,我想问她多久了,怎么开始的,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,可最终只有一句,为什么? 沈向怡看着窗外,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,而是捡起了争执之间掉落在地上的求婚戒指,然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另外一枚戒指,你看看这两枚戒指,这是李杰送我的,他们有什么不同?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,无非就是李杰送的那枚戒指上的钻石,更大,更闪,你看看你,工作五年了,也只能买得起这座城市里三环外的小房子,还要还贷款,你每个月的工资,我们两人要省一点,你才能给我买个好点的包。 可是李杰呢,我想要的东西随便买,市中心的公寓也随便住,你作为一个男人,自己没用,不能拖着我一起跟你过苦日子。 听到这话,我只觉得心一咎一咎的痛,我自认目前收入可能还没达到很高的水平,可我是华北的销售经理,底下,这些年业务也不错,提成也不低, 每个月一发工资,我几乎全部上交给了他,平时的生活里也是自己主动做家务。 承担大大小小的事情,就是想要他轻松一点,竞聘在即,我是销售总监的热门人选,到时候收入只会更高,可这一切在他的眼里,居然还是苦日子,而且李杰说了可以把我弄去当总助,不像你,什么都帮不了我。 他跟我们这种需要白手起家的人是不一样的。 我突然想起了很多被我忽视的细节,李杰一年前空降来的时候,沈相依对李杰很不一样,什么东西都会给李杰背上一份,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,他跟我说,李杰是总经理的儿子。 可不得静着,那个时候,我对我们的感情抱有全然的信任,没有多想,可原来早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吗? 沈相依,这就是你出轨犯件的理由吗?真让我恶心。 不过是见利妄议,何必说得那么好听? 大概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么重的话,沈相依的脸一下就黑了。 顾南州,你作为一个男人,为什么不反省一下,是自己窝囊没用,给不了我更好的生活? 你自己没用,还要阻止我过上更好的生活吗? 你就是个废物,连买这个破房子都要贷款的废物。 一口一个窝囊和废物,点燃了我的怒火,这个村土村金的城市,这个房子是全靠我自己拿下的,我还主动写上了它的名字,我那么的努力,在它眼里却显得一文不值,27年良好的教养,才克制住了我打女人的冲动。 沈相依,我希望你有一天别后悔,离开你这个废物,我有什么可后悔的,你这破房子我也不稀罕,你这个人就像我手上这个戒指一样,不值一提。 他把我跑遍全城给他选的戒指,从窗户扔下,也扔掉了我们的情分。 沈相依连夜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走了,房间里剩下的求婚装饰,仿佛在嘲笑我,我无力的四处打砸,最后瘫坐在地板上。 毕竟是七年的感情,怎么可能不心痛,电话铃声响起,没有备注,我却对这串号码烂书于心,恍然响起,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过了,明天一起吃个饭吧,你到底还要跟我倔到什么时候。 第二天上班的楼下,我碰到了沈相依和李杰,我们不过刚分手,沈相依明目张胆地挽着李杰的手臂,脸上带着娇俏的笑,丝毫没有避讳,在我们公司办公室恋情不是秘密,可沈相依一直不同意公开,今天我总算明白了原因,如果当初我们公开了,那她今天这样。 大概会被同事的口水淹死,李杰的脸上还有些瘀青,是被我打的,他们看到我时,手挽得更紧,好像在跟我示威,李杰贴近我的耳朵,顾南舟,如果我是你,我马上就灰溜溜地滚蛋,得罪了我,你以为你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吗? 我不为所动,他就是总经理的儿子又怎么样,我不在乎,李杰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直接,恰逢商务部门的嫉妒总结,听到最后,我和华北区下面的人,没一个人笑得出来,因为我们的业绩,一大部分被算在了李杰的团队上。 可是大家都敢怒不敢言,因为李杰是总经理的儿子,谁都不想得罪他,我举了举手,我有疑问。 可总经理的态度却不容质疑,有什么问题,会后再说。 会议的最后,总经理还宣布了让沈象仪晋升成总柱,会议结束后,李杰主动叫住了我,会议室就剩下我们两个人,她的眼神中是掩饰不住的得意。 顾南舟,我早就说过,你惹了我可没什么好下场。 你的业务,你的女人,包括之后总监的位置,都是我的哦。 对了,你这女朋友,用起来是真不错,还得谢谢你的调教啊。 废物,拉借。 她走出了会议室了,我砸了会议室的凳子,等平复好心情出去后,沈象仪已经兴高采烈地换工位了,有下属替我鸣不平, 大概就是平时我带她付出了那么多精力,让她在这站稳脚步,可是她走的时候,什么感谢的话都没有,真是个白眼狼,不就是搭上了老总儿子吗? 沈象仪确实是个白眼狼,可我如今没心思理她,我只想找到总经理问清楚,总经理似乎料到我会来,没有丝毫惊讶。 总经理,关于上季度的几笔业务,我有疑问,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,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,你知道李洁是我的儿子吧? 南州啊,你还年轻,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民规则和钱规则是相辅相成的。 再说啊,你就算生气,你又能拿我怎么办,而我却有各种办法逼你走,我连一分赔偿款都不用出。 我出离了愤怒,老板这是想公然训思。 总经理笑得很和蔼,没办法啊,这个世界上权力和背景就是硬通货,你要是不想滚蛋,就给我好好忍着。 我走出办公室,这个公司从上到下,还真的是烂透了,我想,下午的那个人,我是真的很有必要见一面了,心里总有一股无名火,等到了下班,我还记得昨晚上的约定,只能压住火器打车前往海湾酒店。 可是没想到,冤家路窄这个词,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,我在酒店的大堂里,遇到了沈象仪和她的闺蜜王青,他们也看到了我。 沈象仪主动要求和我谈谈,她摇摇头,看起来似乎很无奈,南州,看在我们七年的感情上,就不能好聚好散吗?别再跟着我了行吗?我是不会后悔的,我现在只爱礼节。 我跟你抱歉行不行,你别缠着我了。 我气笑了,她哪来的脸,觉得我来,这是为了缠着她的,我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,王青却突然插话, 湘仪,你道歉干什么,你们又没结婚,选择更优秀的人,不是很正常的吗? 王青凶身恶煞地瞪着我,大学的时候就对我们湘仪死缠烂打,我们湘仪现在和礼节在一起,以后前途一片光明,我不允许你来破坏他们。 有这时间,还不如好好反思一下,自己怎么这么没用,这么多年了,还是这个样子。 听了这话,我更想笑了,最想破坏沈相仪感情的,可不就是这个好闺蜜,她以前还勾引过我,被我拒绝之后一直怀恨在心,我跟沈相仪提过几次,可她都觉得是我多想了。 又一个声音响起,顾南州,你怎么来这了,你看看你自己灰头土脸的,一股穷酸气,怎么好意思到这种场所来? 是姗姗来迟的礼节,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,干净整齐,没什么不妥的,怎么,你们都能来,我就不能来。 还有沈女士,我来是吃饭的,谁有空缠着你,可别太绿茶,以为全世界都围着你转,你算什么东西。 沈相仪一副渲然欲气的表情,王清却哈哈大笑,笑得仿佛眼泪都出来了,你,来这吃饭,顾南州别搞笑了行吗? 来这吃饭,可不是有钱就行的,还必须是这儿的,并且这儿的位置一座难求,我们都是沾了礼节的光,才能来这吃饭呢,我们礼节可是这儿老板的朋友,才能得到三个位置。 这儿的老板什么时候有礼节这好朋友了,他上下打量着我,面带嫌弃,救你,那你给我看看你的会员卡呢? 我诚实地摇摇头,我没有,我真的没有这儿的。 王浩那小子说我在这儿来吃饭,随时都有我一个位置的,王清笑得流出了眼泪,李洁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鄙视,顾南州,你连都没有,还跑上这儿来装十三了。 沈相仪还是那个柔柔的样子,以前看着我很喜欢,可是现在我怎么看怎么恶心,对啊,南州,我们这么多年,毕竟情分还在的,你本来没有爸妈支持,日子就过得艰难,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。 看在我的面子上,阿杰说会给你一笔分手费的,就当是替我补偿你。 李洁从前家里掏出几张现金,砸在了我的脸上,然后洋洋洒洒地飘在了地上,李洁眼里的巨傲怎么也掩盖不住,抱歉啊,手滑了,现在我只带了这么多。 等回去后,相仪的分手费,你想要多少,我都给你,不过现在可得麻烦你,先把地上的钱捡起来呢。 王清也在一旁起哄,捡啊,最好跪下去捡。 沈相仪的脸上露出了嫌弃的表情,我看着这些可憎的面目,摇摇头,压住怒火,打了个电话,王浩,下面有个你的朋友叫李洁的,他说是你的朋友,说我不配来着吃饭,你下来一下。 李洁又笑了起来,顾南周,我之前怎么没发现,你这么喜欢装啊,平时公司里装的一副谦虚的样子。 电话里的王浩说,他马上下来接我,我和王浩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,我曾经还救过他一命,只是后来出了一些事情,我们没住在一起了。 可是联系并没有断,李洁还在嘲笑,王浩很快就下来了,沈相仪和王清是不认识王浩的,他一脸鄙夷,顾南周,你为了做戏,竟然还找上了群演,别这样。 只会显得你越来越像个小丑,要真是老板,我们阿杰怎么可能不认识。 李洁沉思了一会,凶了沈相仪,住嘴,随即扯出一个谄媚的笑脸。 主动朝着王浩伸出手,他的脸色变化之快,让我嘖嘖称奇,可王浩丝毫没有搭理,你谁? 随后,他直直地走到我面前,热络地拢住我的肩膀,你小子来也不提前说一声,今天怎么想到来我这吃饭了? 走走走,这几年忙着打工,没时间,这有时间不就来了? 李洁他们一行人的脸色已经铁青,看来在女人面前装得另有其人,在女人面前落了面子,他的脸色实在算不上好看。 顾南周,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?王浩刚要说话,被我拉住了袖子,他瞬间明白我的意思,他曾经救过我的命,是我恩人。 我不想让王浩说出我到底是谁,他欠我的这些账,我要在合适的时候讨回来打他的脸,我看到李洁长叔一口气,我就说嘛,我还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呢,不就是个救命恩人? 王总,我爸是邪恩的总经理,很高兴认识你,可王浩压根不接招,叫了工作人员,那算个什么东西? 这些人欺负我的朋友,赶出去,并且告诉其他的分店,永远不接待。 我跟着王浩进了电梯,再也没看这几个小丑一眼,我跟王浩续了几句就就分开了,包厢里的人还在等着我,我推开门,他的头发好像白了许多,老了许多,我们面对面坐着,久久无言,等到吃完饭结束,回家时却发现沈相仪在小区门口等我,他的眼神忧怨,主动叫住了我。 南州,你今天是故意的吗?我发现,自从我跟沈相仪分手之后,我的智商就不够用了,我居然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,你就是为了挽回我,才故意想让李洁出丑的,别白费力气了,我们真的不可能了。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,做出一个国际友好问候的口型,我转身欲走,沈相仪又叫住了我,顾南州。 看在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,我好心提醒你一句,明天的竞聘你还是别参加了,你赢不了李洁的。 我很好奇,背叛分手的时候,他一点感情也不讲,现在反而处处讲感情,只是这感情好像也不是讲在了我身上,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,守别身太长。 我的业练,我的业绩很好,能力也远超李洁,我凭什么放弃,可是到了第二天,我就知道为什么沈相仪会信誓旦旦的说我会失败了。 李洁一反常态,主动要求第一个讲,而他讲的内容是我的产品推广方案。 我仔细回想了每一个可能泄露的环节,竞聘的,我做好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并且都是下班时间在家里的电脑上做的,唯一能泄露出去的,只有沈相仪。 沈相仪作为总助,也参加了这场会议,我看向她的眼神,是不加掩饰的恨意,一段失败的感情里,还暴露了她糟糕的人性,她也注意到了我,心虚地低下了头。 我看着这张我曾经深爱过的脸,连最后一丝对曾经的怀念都没了。 只剩厌恶,这场竞聘很重要,总公司的大领导也来了几个,等礼节演讲完,我看到领导们露出了满意的神色,现场掌声不断,而这本该是属于我的,礼节下场的时候,从我的旁边经过,眼里是志在必得的挑衅,我看清楚了她的嘴形,那是两个字,废物。 可惜,她看不到我暴跳如雷的样子,我淡定地上台,打开我的,现场一片哗然,总经理直接发了难,小顾啊,我知道你和礼节平时有些矛盾,你对他的成绩有些不认可,可是我们公司管理一向严格,抄袭这种事情是有问题的。 先不论能力问题,首先如果道德不行,无论如何,都是不能担任高层的。 公司就是一个小型的人情社会,礼节的爸爸,又是总经理,此公司的老大,自然拥顿者众多,我还没开始讲,他那一派的人自然都想,把我钉死在抄袭的耻辱柱上,吵吵闹闹的会议室,成了菜市场,一个拍桌子的声音,让会议室恢复了安静,是总公司来的董事长。 他盯着我,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?我想请大家说完之后,再下决断,让他讲,董事长的声音威严,且不容拒绝。 总经理再怎么不愿意,也只能让我讲,礼节让沈相仪透我的方案,不过很可惜,那只是个半成品,一些很核心关键的数据,我都没补,并且在最后,我基于原产品提供了更好的思路,总公司来的几个领导,情不自禁地拍了掌。 我看到总经理那张老脸黑了,礼节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,谁是正版,谁是盗版,一目了然,我可以保证该方案由我一人制作,我可以提供所有的编辑时间记录和痕迹,也请礼节拿出你的证明,还我一个清白透来的东西。 终究不是自己的,礼节和沈相仪的脸色都在发白,场面一时有些尴尬,总经理出来原厂,不瞒大家说,其实礼节这孩子是我家的小辈,他做这个方案的时候,我在旁边看了几眼,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要巧,小姑也是做的这个。 他是料定,毕竟他是子公司一把手,不会有人为了我这个小角色为难他,事实也是这样,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,总不来的几个领导,只能逐个点评,毫无例外,我的全是好评,董事长最后发言,他看着我。 却突然笑了,巧了,我也有一个小辈在子公司里,孩子非要来这历练,看到刚才大家对他评价都不错,我也有脸跟大家都介绍一下了。 来,南州,到我身边来,跟大家介绍一下,这是我儿子。 随着董事长的话音落,全场鸦雀无声,沈相仪手中的水壶掉落在了地板上,发出巨大的声音,是,顾琴是我爸,可我妈抑郁而死的事,让我始终原谅不了我爸,我不想依靠着她的任何成就,闯出自己的生活,可是前两天她找到我,说她得了癌症。 时日无多,大家继续啊,老李啊,我就是跟你介绍一下我儿子,当然现在子公司是你在管,你怎么判断都是你自己的事情,我不插手。 我看到了李经理额头上的汗,是,是,小顾这孩子不错,我觉得他胜任这个岗位完全没问题,销售商务中心交给他,我放心。 刚才讨伐我声音最大的人,纷纷倒戈,我算是体会到了李经理说的那句,背景才是硬通货。 竞聘结束没多久,总部的几个人要先回去,临走前却抛下了一枚炸弹。 我听说在我们的子公司有一些不好的风气和行为,我也就训思一回,让我儿子来查一下,老李啊,没问题吧。 这话,我曾经质问过李经理,他的心都提起来了,没意见,没意见,应该的,让小顾随便查。 那南州,你可要好好查,从财务都规范到制度,可方面都要好好梳理下衣,下个月我要看到报告。 我点头答应,余光看到李经理和李杰不停地擦着额头的冷汗,角色和身份好像都倒转了,李经理来请了好多次。 说要请我吃饭,我勉强答应,有免费的戏谁不看,他选在离公司不远处的酒楼包间里,一关上包间门,直接一巴掌打在了李杰的脸上。 混账东西 你居然敢抢小顾总的女朋友,你给我好好向小顾总赔罪,那女人不安好心,主动把小顾总的方案偷给你,你个蠢猪也敢用。 劳力是个人精,三两句就想把他儿子偷我方案的事情摘出去,我不说话,欣赏着这一出闹剧,老东西想做戏给我看,那就继续做呗。 而李杰也挺倔的,仰着头,是他女朋友看不上他,跟我有什么关系。 果然,李经理打得更重了,李杰两边的脸都高高肿了起来。 李总,你儿子之前还说,让我找他要分手费呢,多少都给我呢?你看这笔账怎么算? 我似笑非笑,李经理看不出我想干什么,一脚把李杰踹到了在了地上,你跪下跟小顾总道歉。 泽泽,老东西竟然愿意做到这个地步,看来问题比我想象的还多,怕我查出来个好歹。 李经理还在报答李杰,我却没了看戏的兴趣,没胃口,这饭也不想吃了,李总还是调教好儿子再说吧。 第二天回到了公司,同事的眼神都带了些微妙的感觉,可大家都没挑明,只是很默契的,在公司的任命都没下来的情况下,已经开始叫我总监了,可其中沈相仪看我的眼神让我格外不舒服。 忧愿的不行,好像我欠了他很多钱,终于在我去接水的时候,他把我堵在了茶水间,一开口全是指责和委屈。 南州,我们在一起七年,你从来都没告诉过我你的身世,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真的爱过我? 你看着我在公司里这么艰难,却也不愿意帮我一把,看着我走入歧途。 他哭得梨花带雨,仿佛我才是那个复兴人,我头一次知道沈相仪竟然是这么无耻的一个人,我没帮你,你以为凭你的学历和能力,你是怎么进建张子公司的? 当时为了沈相仪进来,我不仅给她恶补岗位知识,做面试辅导,而且在那和我爸冷战的几年中,因为沈相仪的事情,我第一次去求了她。 而且我本来打算告诉你的,就在发现你出轨的那晚上,很可惜,你错过了。 你本来还有机会成为建章集团少奶奶的,是你没福气了。 沈相仪的脸上血色进退,人总是会为了自己差点拥有,却又错过的东西,遗憾一辈子,我希望她也这样,因为要查合规,工作越发的忙碌,我先查财务的流水和明细。 居然还真查出了一些问题,李洁报销了很多奇怪的款项,香奈儿女包,市中心公寓的房租,保格力的戒指,还有无数的吃饭喝酒报销,大大小小加起来,竟然也有了六位数。 我问财务,财务说李洁都是送给客户的笑话,沈相仪什么时候也成了公司的客户,我先拿着这些数据找上了李经理,我什么也没说,只是把这些报销记录全拿给他看,他的脸黑得彻底,他是个聪明人,知道该怎么做。 几天后,李洁来找了我,在这之前,沈相仪被开除了,他走的那天,眼里全是不甘心,李洁的眼睛里再也没了那种挑衅和得意。 整个人灰扑扑扑的,看样子过得并不好,脸上的瘀青一层叠着一层,看来没少挨打,小顾总是我错了,那些钱我都补上了,沈相仪我也会把他甩了,都是他勾引我的,能不能请你高抬跪手,不然我爸说要把我赶出去,求求你放过我吧。 我表面答应得很好,他高兴地离开了,谢谢小顾总,您大人大量,我感激您一辈子。 他高兴得太早了,暗中我还不动声色地调查出了许多东西,李经理这个老东西,这些年没少捞油水,而且利用公司的平台捞丝火。 我把这些全部写进了报告里,上报董事会,李经理本就是请来的职业经理人,他们父子俩一同被开除了,并且我还把他们贪污的事情在官网官微上的都做了声明,他们的名声彻底臭了,以后在这个圈子里,怕是没人敢再雇佣他们了。 李经理走的时候,我笑得开怀,怎么样,我想让你走的时候,一分钱都不用赔偿,就让你滚蛋了,满意吗? 所有的事情都告一段落之后,我竟然还产生了一丝空虚感和疲惫感,大概是跟这些垃圾打交道,太累了。 回去好好睡一觉就好了,可我回家的时候,房子里却多了个不速之客,沈相仪穿着薄纱,躺在我的床上,我拍了拍脑袋,靠,忘记把房子密码改了。 灯光的照射下,她的身材曲线若隐若现,可我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了,在看她这样,我只觉得恶心,她的眼泪已刚刚好的角度落下,南州,我后悔了,是我一时鬼迷心窍,我们曾经那么好,可不可以回到过去。 她哭得越来越伤心,想勾起我的心软,如果是以前,一看到她掉眼泪,我会马上抱住她。 说我错了,可现在,我只是冷冷地看着她,你要是再不从我的屋子里滚出去,我就叫保安。 可是,她以为,我只是在开玩笑,还在不停地讲着曾经的我对她有多好,往我身上蹭,诉说着自己工作有多么不容易。 可是,再不容易,也不是违背道德的理由,越听我越觉得,我那时候真傻,我在房间里焦躁得多不,保安怎么还不来。 门铃响起来,保安终于来了,保安同志,快快快,有人非法闯入我家,快把她赶走。 一群人进到我的卧室,沈湘怡尖叫一声。 局促地拉着被子,企图掩盖住自己若隐若现的身体,南州,你不能这么对我。 保安同志,我跟她不认识,她要是不愿意走,你们就把她抬走了。 最终,沈相仪是被保安用被子裹着抬下去的时候,门关上之前,沈相仪崩溃了。 顾南州,你要是不原谅我,我就死给你看,那你就去死吧。 真正要死的人,从不把死挂在嘴边,再说他要死要活,和我都没什么关系了。 然后我关上门,把这个人从我的世界里隔绝,老爷子用入院治疗为条件。 要求我去相亲,你也老大不小了,要是我临死之前能看到你成家生活稳定,我才安心。 没办法,我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去相亲,可今天来的相亲对象,一上来就问我,你是不是那个七年游戏里面的男主角? 我听得一脸猛,这是什么新型的聊天方式,看我什么都不知道,相亲对象让我看热搜,七年游戏,这个词条高高挂在榜首。 我点开来看,一眼认出了那是沈象仪的微博,她发了很长一篇小作文,在文章里,是沈象仪对我的控诉,大概是我隐瞒身份。 玩弄了她七年的感情,享受着她的清纯和肉体,到最后,我想收心回家继承家业了,就毫不留情地说了分手,我不知道女人有多少个七年,在我的前七年里,我付出一切的爱情,却只是有钱少爷的一场恋爱游戏,她什么都没失去,可谁来偿还我失去的七年和付出真情的日夜呢? 说实话,她的小作文写得真的很好,字字气血,引起了很多人的共情,评论里面基本全是骂我的,这男人是洒水车呀,见到我了。 博主好惨,不真诚的人发烂发臭。 后面七年里,她的坟头草七尺高,骂她我都怕她爽,所以我这边建议她直接去世。 评论发下来,几乎全都是咒我去死的,我气得笑出了声,既然这样,那就别怪我最后一点情面也不留,在娱乐至死的年代,互联网小作文真的能杀死人。 可是很可惜,那个人不是我,我跟相亲对象说了抱歉,回家火速整理证据,准备跟沈相仪求婚的那天晚上,我安了相机,本来是想记录下我求婚的画面,等以后老了还能再回忆,可是却捕捉到了她出轨的视频。 在我整理证据的期间,又有所谓的知情人士出来爆料,这个男主角,我认识,不仅玩弄感情,还滥用权力,用自己的身份肆意打压同事,以权谋私,发泄私分。 这个知情人士,一看就是礼节,想这样来我一脚吗? 一时间,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舆论变着花样地骂我,甚至连建章的股价都受到了影响,下跌得厉害。 甚至有网友搬出了我住的小区,每到晚上,总有人恶意来敲门,写死亡威胁信,发鬼照,等舆论发酵得差不多之后,我用自己的微博号。 把沈相仪出轨的视频发出去,随之也有李家父子贪污的所有证据,舆论逆转得很快,全网骂我的人,纷纷把炮火转向了沈相仪和李杰,李杰父子的事情闹得更大了,职业生涯怕是全毁了,我不是什么好人,沈相仪这么坑我,我也不会让他好过,这些视频资料,我还发了一份给他的父亲。 他爸爸最是死板于腐,并且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女儿,沈相仪怕事之后连家都不敢再回去了,就像网友说的,辜负真心的人,没有好下场,那天的相亲对象叫做周禅,大概是相识得太狗血。 后面莫名其妙的联系还多了起来,熟悉起来之后发现,我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,共同话题也很多,互生好感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,我们渐渐成了恋人。 大概过了一年,我们在餐厅吃饭,却刚好碰到一出原配首思小三的情节,那个男的我认识,是我们一个分销商的负责人。 而当小三的头被揪得抬起来的时候,我看清了她的脸,竟然是一年不见的沈相仪,她也看到了我,双眼顿时含上了眼泪,像是在跟我求救,可我只是把面前的菜单递给周禅。 这儿的鹅肝不错,你不是最喜欢鹅肝了吗? 她抬起头朝我一笑,我想我的人生依然会很幸福。